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个年相信大家都虎虎生风啰 然后宅在家里对不对 那我们宅在家做什么呢 就是来做菜啰 因为一天可能要吃三餐吃四餐 这边看到我都用了 比如说海鲜的食材 然后跟桀瓜 先教大家咸鸭蛋怎么处理 咸鸭蛋呢 一般来讲我都会倒橄榄油下去 然后让咸鸭蛋的蛋黄逼出油 然后把它炒香 这样子之后你再加其他的食材下去 它才可以混合咸鸭蛋本身的味道 我做的这一道金沙结瓜炒大虾 完全没有再加任何眼下去调味了 我觉得咸鸭蛋本身的味道已经够了 这边会再跟大家介绍结瓜 是因为台湾冬天是结瓜的盛产季 那结瓜本身的营养价值很高 生吃熟吃都可以 而且它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热量又低 像这样子我把它炒到那个味道都融合了 结瓜也软了之后 我就可以把大虾倒下去 这一道菜呢就非常的适合黏菜上桌 但事实上它很简单 而且其实说真的它很营养 又没有太高的热量 蛋白质维生素散事纤维都够 然后这边再介绍这一道是干贝 生煎干贝这个我教过大家很多次 然后我再搭上结瓜 为什么搭结瓜 因为在料理的时候有油啊 可以让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吸收 所以我就把结瓜一起放下去煎 像这样一盘菜啊 我通常都会搭上当季的水果 像现在最盛产的就是小番茄 这边看到我乌鱼籽的料理方式 因为我没有在搬烤箱 我就用小铁锅 然后我淋上的是 如果你有高粱 你可以淋上高粱 下去煎它 从刚到现在啊 除了生干贝之外 全部都来自台湾在地本土农浴产 我非常呼吁大家 我们要支持台湾的本土农业 支持我们农民 支持我们的渔民 因为唯有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这片土地才可以共好共融 看这乌鱼籽也是来自台湾 都很棒的 我做这样的年菜啊 很简单 但是看起来又很豪华 又很好吃 它所有东西都是吃当季 就是现在有什么吃什么 有芥菜 有哈密瓜 有小番茄 有桀瓜 我们就吃 大家一起跟着时节吃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2022年也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